朋友们好,我们总是看到 乌克兰人炸桥的一些新闻 以前啊,为了攻击赫尔松 为了收回赫尔松嘛,乌克兰人攻击 安都尼夫卡大桥,安都尼夫斯基大桥 还有就是辛卡波夫卡罢顶的那个桥梁 造成了很多的破坏,对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确实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 这些战果呢,就导致了 位于蒂尼泊河右岸的那个赫尔松城,岌岌可危啊 这就有了现在这种故事,就是敌人唱空城记 让俄罗斯的士兵啊,穿上乌克兰老百姓的衣服 住在乌克兰老百姓家里头 然后呢,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陷阱 跟据点 在表面上呢,就是把他们俄罗斯的旗帜 从主要的建筑物上 把它拔下来,放下来 然后呢,就是取掉一些检查站 造成他们撤走了的假象 让乌克兰人进城,但是乌克兰人就是不上当 就是接应债,打呆仗啊 就从边上一点一点地拔除 敌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阵地吧 就是一点一点地打,一点一点地啃 不着急,就是用炮弓 就在昨天一天,乌克兰人向赫尔松地区发射了130多枚导弹炮弹 各种各样的弹药 敌人在做的什么事情呢? 现在我们再说到这个桥吧 就是因为这是在蒂尼泊河的下游 蒂尼泊河自己以及他周围的支流 都有很多很多的桥梁 现在这些桥梁啊 大部分呢,都是由俄军他们自己来炸了 当然,乌克兰军人也在继续炸 乌克兰军人主要炸的是蒂尼泊河上的大的一些桥梁 就切断敌人的运输线 而俄罗斯人炸的呢,主要就是在伊维安的一些小河的 一些小的桥梁 避免乌克兰人进攻的过快 现在也有点矛盾,你说他们做的陷阱 他就应该让乌克兰人尽快地进来 但是呢,他又炸桥梁,不让进来 这里头可能也有一些算计在里头 我们不知道,我们继续看吧 那,昨天俄罗斯人炸了哪几座桥梁呢 就是炸了各种各样的小河上的这些桥梁 有迪亚英卡,达里伊夫卡 斯尼,胡夫卡,这三座小桥 有些呢,还是人走的桥 有些呢,是车走的桥 这是比较好玩的,当然 乌克兰他们也炸桥的,他们炸的攻击的主要就是 辛卡,胡夫卡 那座大桥,辛卡,胡夫卡这座城市 我在以前给朋友们聊过 今天呢,再给朋友们聊一聊 这几天呢,就是从昨天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准备发布在安妮信息港微信公众号上面 上面就会提到这座城市 这里头有一个,为什么要提到呢? 因为我聊的是英雄的话题 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云感?什么是英勇? 等等等等,就通过一个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给朋友们来展示一下英勇的乌克兰人 他们的英勇是怎么样形成的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勇敢? 等等等等吧,这里头我就提到了 就是从辛卡,胡夫卡出来的一个战士 他叫亚历山大 他呢,就是一直打仗 有一次就是在 俄罗斯人的一个电报频道叫做 《兄弟们干他》这个频道,他用俄语 就是说是 Dilaiji Bratia 就是说是 Brothers do it 怎么样,heat it,类似这样翻译吧 我呢,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 《兄弟们干他》 就这么一个频道 那个频道上面呢,就把 亚历山大他所在的那个营 攻击俄罗斯装甲车的 那个视频放在那儿,然后把他个人的这个交向图放在那儿 把他家的地址 他的电话号码,他的生日 各种各样的 他们能搜集到的信息啊,都给 公布了出来 就是俄罗斯人对这个亚历山大 因为亚历山大所在的营 很多很多人的信息 他搜集不到,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头 从哪个屋间里头找到了亚历山大他的个人信息 就发布了上去,就是 在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内想 通缉这个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呢,他的手机短信上就经常收到一些谩骂呀 收到各种各样的攻击的信息 有的说呢,是 我要找到你妈,我知道你妈的地址 你姐姐的地址,你还有个姐姐,我要 强奸他们,然后把他们杀害 实际上 亚历山大的母亲 在2015年就去世了 亚历山大的姐姐在七年之前 人家就移民到土耳其了 他们也不大可能知道那个地址 所以呢,就吓唬他 不过这些吓唬啊,对亚历山大也造成了一点点困扰 因为毕竟人家吓唬的是他嘛 他也吃不准对方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姐姐 幸好这个亚历山大,他是个单身 他没有结婚 他还比较年轻嘛 但是他的工具呀 被敌人把门给撬开 把所有给砸掉,进去把他家的财物给洗劫一空 尽管他单身,没有多少财物 但是呢,可能有些电器,乐器呀 有些体育器材呀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都被人家给洗劫掉了 当然了,那也没办法 那个新卡获福卡,就他家 毕竟被人家俄罗斯人给占掉了嘛 人家占掉了,即使是不是针对他 那个家可能都保不住 很多人即使是 没有被干他这个频道啊 给公布个人信息,可能也被人家闯入 东西也被洗劫走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俄罗斯大兵 到挨家挨户 搜这个洗衣机嘛,搜去之后 好像要拆那个芯片 拆了之后,他们要放到导弹上面去 就是说 被人家占了,是个士兵 你的家也会被人家毁掉 你不是个士兵,你的家也会被人家毁掉 就是 就是怎么着,你都救不着自己家 你只有打回去,只有把侵略者给赶走 把他们给杀死 让他们知道害怕,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要过来 才是长治久安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头聊过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不想做太长了 欢迎朋友们到安宁信息港微信公众号 看我那篇文章 我可能在差不多 过上那么七八个小时 就给朋友们发布出来 好,那今天就先聊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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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